今天我们来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面相与心相 这个话题看似玄妙 其实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 面相学是老掉牙的迷信 无法用科学解释 然而 我们不妨先放下成见 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正如我们常说的 相由心生 面相 或者说外在的表现 往往是一个人内在世界的映射 而今天 我将和大家深入探讨 这样的内在外在如何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我们的人生 首先 我想讲一个故事 关于一位非常成功的投资人 他起初对面相之说一概不信 认为那只是些无稽之谈 是古人用来愚弄人的工具 然而 在他从事投资行业多年后 他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每年他要看成千上万个项目 在平凡的项目接洽中 他开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些成功人士 似乎都有某种特定的面相特征 比如 他们往往目光坚定 身材意义 脸上流露出的自信与决断 几乎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他渐渐意识到 所谓的面相 其实是在反映一个人的内心状态 与生活态度 一个人内心强大 一直坚定 那么他的眼神就不会飘忽 他的面部表情 也会更多地表现出专注和力量 反之 如果一个人心里总是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那么他的眼神多半是犹豫的 面部表情 也难免显得疲惫不堪 面相 正是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 这种面相使人的法则 帮助他在投资中屡屡获胜 因为他更能迅速准确地判断一个创业者的潜力 和项目的前景 说到这里 或许你会想 这不过是一个人眼光精准的个力罢了 然而 现实生活中 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 比如 在职场中 个人形象的塑造 同样影响深远 让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次的主人公 是一位餐饮企业的 女销售总监张女士 她业务能力一流 每年的业绩在公司里数一数二 然而 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不太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张总监总是素面朝天 衣着随意 甚至有时候头发干枯凌乱 嘴唇也因干脏而脱皮 公司老板曾多次提醒她 希望她能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但她却不以为然 总觉得 业绩才是王道 外表不过是虚浮的东西 直到有一次 她失去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户 这位客户是个极其注重形象的人 她最终选择了另一位总是衣冠楚楚 一台端庄的程总监 客户明确表示 她更倾向于与注重形象 看上去更为专业的人合作 因为她相信这样的人 更能认真对待客户的需求 这件事对张总监的打击很大 她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形象管理 她终于明白 先进罗伊后进人 绝非无稽之谈 一个人的外在形象 往往是他人对你第一印象的来源 在商业世界中 这种第一印象尤其重要 甚至可以决定一笔交易的成败 张总监痛定思痛 开始改变自己 不再忽视外在的打理 她逐渐意识到 形象与能力并非对立的两面 反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一个人的专业形象 会增加她的可信度 而这种可信度 在商业谈判中尤为重要 接下来 我们把目光转向影视作品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的角色蒂娜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例子 蒂娜每次出场 都给人一种贵气失足的感觉 她的这种优雅和从容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无论是被临时通知参加晚宴间客户 还是面对突然生病住院的困境 她始终能保持冷静和优雅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长期修炼的结果 她用行动诠释了一个道理 形象不仅仅是外表的装饰 更是内在力量的体现 在这里 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个概念 心理学中的磁场效应 所谓磁场效应 指的是每个人都带有一种独特的气场 这种气场往往由其内在的精神状态所决定 当一个人心态积极 精神饱满时 他的磁场自然也会强大而有吸引力 反之亦然 一个整天愁眉苦脸 消极抱怨的人 自然会散发出一种让人避之不及的负能量 你可能会问 这与面相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 面相与磁场效应密不可分 一个人的面相不仅仅是五官的排列组合 更是其长期精神状态的反应 换句话说 一个人如果总是精神饱满 心态积极 那么他的面容自然也会显得光彩照人 反之 如果一个人整天忧心忡忡 情绪低落 那么他的面相也会随之变得灰暗无光 因此 面相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 它是活的 是会随着我们的内在状态而变化的 这里我们还要引入另一个重要的概念 配的感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评价 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是否值得拥有美好事物的认知 很多女性在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低配的感 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不仅会影响她们的内在状态 也会在外表上留下印记 正如心理学家所说 我不配这三个字虽然不会直接杀死人 却会悄无声息地消磨一个人的意志 让她陷入不断的自我否定之中 在网络上曾经有一个热门话题 什么样的女人最好命 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 那些不否定和攻击自己 配得感高的女人往往最好命 的确 一个人的命运 首先是由她的心态决定的 一个有着高配的感的女人 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 这种气质来自她内心的强大和自信 她知道自己值得拥有最好的东西 因此她不会轻易满足 也不会轻易妥协 这种内在的自信 必然会体现在她的外表和行为中 使她看起来光彩照人 充满魅力 然而 如何才能提升我们的配得感呢 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地进行自我肯定和自我鼓励 首先 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其次 我们要不断地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相信自己有能力 有价值去追求和拥有美好的生活 最后 我们要学会感恩 感恩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和机遇 正是这些经历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要修炼自己的精神长相 所谓精神长相 指的就是一个人长期形成的精神气质 一个人的精神长相 往往比外在的五官更为重要 即便是天生励志 如果心态消极 终日抱怨 他的面向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暗淡无光 而一个心态积极 充满阳光的人 即便外貌平平 也会因为他的乐观和自信 而显得格外有吸引力 最后 我想用一句话 来作为今天分享的总结 宁生穷命 不生穷相 穷命可改 穷相难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即使出身贫寒 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奋斗 依然可以改变命运 然而 如果一个人形成了穷相 那就很难再有所改变了 穷相不仅仅指外在的贫乏和寒酸 跟着内在的精神贫乏 一个人的好命 往往是从养好自己的精神长相开始的 我们要明白 面向只是外在的表象 更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修炼自己的内心 无论你相貌如何 只要你内心强大 积极向上 你的面向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好 内外兼修 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美丽所在